佩洛西众议长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事实经纬 清清楚楚 是非屈指 一目了然 是美方违背对一个中国的承诺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不是中方违背承诺 损害美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美国领导人跑到台湾 支持台独分裂活动 而不是中方跑到美国 支持阿拉斯加独立 中方对美方挑衅做出坚决回应 合理合法天经地义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美方要想解决问题 出路只有一条 就是回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和一个中国原则上来 而不是推卸责任 倒打一耙 更不应轻举妄动 试图制造更大的危机 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 奉劝美方不要误判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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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